字幕提供 魔玩个人的私心啦 又要来跟大家分享 魔玩很喜欢的春英未来 那在开箱之前啦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上个月份 7月份 应该也是很多 PVC收藏家的噩梦 魔玩这边也是耶 从前一年的11月份 一直累积到今年7月份 所有的订单是同时发货 魔玩的订购数量已经没有很多了 一个月最多也就一支PVC而已 但是偏偏这一支 除了出现延期的问题之外 再来他们延期发货时间 竟然又同样都是在7月份 先说啦 魔玩在上个月也是花了好多钱 在PVC上面 也是吓得不要不要的 当然也包含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初音未来啦 这一支也就是在上个时间 大量到货 魔玩这边所收到的最后一支 目前大家前面所看到的这一支 其实并不是魔玩今天所要开箱的重点 特别拿出来 也是因为啦 在初音未来这么多的PVC 公仔的系列当中 回忆也只有这两个系列呢 是有推出胸向的主题 第一个也就是目前大家前面所看到的这一个 当时也是推出在三九纪念日的一番赏系列 那这个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A赏的胸向 魔玩自己啦 也因为不太相信运气 所以当时呢 也是以现货的方式直接入手 价格大概是落在1700到1800块 在这支推出之后隔没多久呢 魔玩就看到了另外一家厂商 要推出初音未来的胸向系列 当时也为了要建筑16周年的纪念 所以也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胸向主题 魔玩自己是很喜欢这种稍微大比例一点点的胸向 所以当时那一就要来进行下定 不过呢 就在到货的那几天 魔玩突然收到玩具的通知说 它的体积过于庞大 所以是改成以后刀付款的方式 直接寄送到家里 当时也在想 诶 相同都是胸向系列 应该不会到这么的庞大 可是在到货当天啦 魔玩自己也是吓了一跳 没有想到变成了16周年 这个外箱的尺寸也就直接长大了 大概是三倍左右 下面换一个拍摄的角度 大家应该也就可以知道 这个外箱是有多么的庞大 是已经比PS5的箱子来的更大一些 魔玩当时预购这一支 老实说也不算便宜 是落在4300块 但是也没有想到 既然尺寸方面是这么的巨大 但是在今天开箱之前啦 魔玩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要先跟大家说明 也就是如果你同样有预购 这支出现未来16周年的胸向 记得一定要先拆封来检查一下 魔玩的这支系列 已经有先拆开来检查 目前是除了头掉下来之外 再把它卡回去就好了 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比较严重的一些的 魔玩在X上面呢 有看到一些推油的发纹 像是头发的法式 有出现掉落的情况之外 再来更严重一点的 在耳麦的部分跟脸颊 是有出现纤维的秤漆 甚至是有出现断件的问题 再加上这次又是 以全封闭式的包装啦 没有办法透过Poke的方式 直接看到 所以不管你是有想要入手呢 还是说你跟魔玩一样 是用预购的方式购买 收到货之后 记得一定要先拆封来检查 先拆封来确认 需要注意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完毕 那接下来 在这一支16周年的纪念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也就是版本的问题 这个也是让魔玩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日本地区的话呢 是只有唯一一个管道可以来进行入手 也就是HMV1的官网 他也是采取类似受助限定的方式 在那个时段呢 开放来进行订购 现在的话 再回去官网看 是已经没有办法来进行下定 可是这一支来到了台湾 却出现了两个版本 一个呢 也就是HMV1的限定 当时是先开放的 魔玩也就是直接下定 另外一个 也就是在大概隔了两个多月之后 知名的景品品牌 FUYU FUYU FURYU的这个品牌 所推出的一模一样 16周年的凶向纪念 官网当时就有注意到 也因为价格算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从原本HMV1的版本是4200-4300块 到FUYU的版本呢 是只要3800-3900块 就可以入手 详细的差异呢 魔玩其实也就不太了解 但是最近HMV的版本到货之后 魔玩发现 FUYU的版本也一起到货了 而且从外箱的包装来看 这两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FUYU的这个版本呢 魔玩推测 可能就是专属为了海外版本而推出的 对于魔玩来说啦 玩具店家这边 可能还是要进到告知的义务啦 不然都在相同时间拿到 包装又是一模一样 我却要比别人贵好几百块 再加上当时取货付款 又改成以宅配的方式 运费这边的补贴呢 也完全没有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冤大头的这种感觉 魔玩这边也是稍微抱怨啦 但实际上 16周年HMV1跟FUYU的版本 到底有没有差异 魔玩这边也就没有办法帮大家解答 只能等看看 有没有人是购买FUYU的版本呢 再留言告诉魔玩了 好啦 那不太开心的事情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魔玩自己啦 对于这一只的雏英雄想 其实还是很期待的 这边也就不再多说啦 直接开箱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体的部分 两个车后一直可以看到啦 主要的话还是分成了四个部件 要来做一个简易的组装 头部身体 以及左右的双马尾 这次在典型的设计 是走了一个比较原始 最初始初音未来的风格 也就是当时有着初音之父称号的 绘师Kai KEI这位老师呢 所绘制的版本 不过也因为实体化的关系 所以在一些细节的刻画呢 是要变得更加的突出 眼睛方面的涂装 基本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这次的初音 其实也是走一个比较素颜的路线啦 仔细一看的话 应该是可以发现啦 嘴唇这边是没有做任何的涂装 我会觉得还是可以稍微点缀一下啦 让这个小小的细节呢 更加突出 稍微转到侧边一些 也就可以看到 头部这边还是有把经典的耳机造型 给完整设计出来 包含耳麦的这个部分 魔王前面所提到 这边也因为是用比较细小的零件 所以呢 大家在开封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注意这个地方 头发的法师部分 这两个法师呢 是直接固定在头部的 所以同样在开箱的时候 发现有脱落 也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次在头发的法师设计呢 魔王觉得也是一大看点 两场型的公仔 其实在头发的法师细节 算是比较难以表达的 再加上呢 这一次又是这么大尺寸的胸像 但是这次头发部分 法师飘逸的质感 再加上有做这种基本的建成涂装 魔王觉得已经算是很有诚意了 接下来在身体服装的部分 魔王个人很喜欢这次细节刻画 也是在于他要把这种基本的服装皱折 给完整呈现出来 再加上呢 服装上面的一些细节表达呢 其实这一次的涂装 以及开模的设计 都算是蛮精细的 一直到前面领带的部分 包含到我们钢琴黑剑的领夹呢 这边也都是有完整凸显出来 转到背部的地方 服装这边一样是有做了一点 阴影的质感打底 整体来说细节刻画算是很不错的 不过要说最还原的 当然还是在于我们侧边 算是这个经典的酷炼 虽然是半身的胸像啦 但是官方这边呢 还是有把它给完整制作出来 接下来回到真面的地方啦 这次在肌肤的处理呢 其实也是一大看点 本身肌肤这边都是有做涂装 包含这种粉色的打底 以及靠近腋下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有做了一点阴影质感的涂装 包含最重要的我们侧边手臂的部分啦 灵异的编号呢 这次也是有完整印之上去 最后一个重点啦 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个16周年纪念的爱心 这边也就有特别写到16周年的生日快乐 魔玩的影响当中啦 初音未来的设定是永远的16岁 所以16加16他已经是32岁了 魔玩也是一直从高中大学一直发表到现在 很开心都还有机会可以再次入手他的相关桌边 OK啦那这一个呢 我们HMV版本的初音胸向一样也就先放在旁边 接下来啦这个A赏的胸向呢 今天也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顺便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小小的比较 打开之后这一支一番赏的系列是不需要来做任何的组装 那这一次啦虽然是推出在一番赏 那精品的系列呢则是落在四分之一左右的大小 实际上的作用来说其实精品的系列 魔玩觉得也算是蛮不错的 包含脸型上面的设计 其实啦是比HMV来的更加可爱更加火泼一些 连着赛红的部分一直到嘴巴这边的都是有来做一个细部的涂装 这支的面相呈现魔玩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头发发色的部分表现呢 其实前方的发丝细节刻画也是很到位的 如果转到后面的地方啦 这边的刻画呢也就变得稍微简单一点 当然一番赏啦也比较算是高级一点的精品 所以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出现一点蹭漆 甚至是有出现一些刮漆的情况 左右两侧的双马尾呢 这边也是采取建成的方式来呈现 质感的部分来说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 但是呢在身体的部分成本的考量啦 称上这边呢除了改成以线条的方式来制作 另外袖口这边啦 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结合线 连着胸前这边经典的黄色涂装啦 也是完全没有印制上去 这边魔王就觉得是比较可惜一些 银带的部分还是有制作出来 不过这边感觉有一点点坐太长了 是直接绕到后面的部分 经典的钢琴黑剑领夹呢 这边也就没有制作出来 至于最后下半身这边的呈现 其实还算是蛮有特色的 算是以钢琴黑剑的方式来去凸显出不同的效果 一番长系列真的不能够要求太多的细节啦 基本上该有的地方有制作出来 那在脸型的部分有完整刻画 甚至是有做到更好的表现效果 魔王觉得就已经很适合来进行入手 很适合来进行收藏 OK啦简单跟大家介绍完这两只 魔王这边一样稍微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们就直接进行画面咯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需要玩家自己来进行组装的 有能力动手的朋友啦 当然万代的系列魔玩个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推荐 但是当中啦 如果一定要推荐一支来进行入手的话 魔玩自己啦 其实会比较推荐大家入手一番赏就好 H&MV虽然是做工最漂亮 魔玩最喜欢的一支 可是呢 以尺寸来说 它真的是很庞大 家里如果小小的 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啦 魔玩觉得呢 一番赏的系列在整体的比例设计算是真的很不错 该有的尺寸有 那做工也算是蛮精细的 再来第二个 也就是价格的部分 H&MV的系列也要到3800、3900 甚至是要到4300块 没有错 魔玩购买的价钱 但是呢 一番赏的系列 前段时间 魔玩查了一下 也都还是落在大概1600块钱左右 价差将近一半以上啦 论CP值来说 当然还是 金品的系列呢 会比较高一些 大家 你不考量这两个因素啦 执掌H&MV就没错了 这支真的魔玩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圈的周边啦 魔玩自己收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后续有再到货啦 一样也就会再持续来跟大家分享 持续来跟大家开箱 前段时间的PVC到货 魔玩这边啊 也有特别几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后续也就会再有时间来进行拍摄 今天的话也就先到这边咯 我是魔玩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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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